這條線是鬆了,就是在說這裏 當然說出來有些笑笑,我們大家笑一下 但事實上是對的,你想想物理層 如果你接一條線鬆了,又或者是掉了 的話,差不多機場一定不合理 為什麼我們上不了網,所以第一時間 先試一下會掉了,當然有規模就很正 規模很正,因為Angela都知道會掉了 因為去右下角那個內線,那個icon會突然打完交叉 或者會打完那個面部都出來,這個就是很幸運 Angela其實現在知道是不是掉了 假設他真的不知道的話,我們通常都要問他 就是為了這個chack track 3k 說出來 有時不是他的端的問題,有時是另一端的問題 可能是switch那裏,另一個接口的問題 Anyway,這個就是Layer 1 Layer 1還有很多方言 你說真的好像是插線和不插線兩份 當然不是,你會找到OSI的 那裏面有些叫做標準 標準可能是線的長度 電壓 就是你把網絡卡其實要保證有多少電壓 政府極限的電壓 電壓的限量是多少 這些全部有代表的 所以那些廠商制造 網絡卡的廠商要更多 好了,上高這個我們叫做link layer 或者叫link layer 我們叫layer 2 再上高就叫network layer 我們叫layer 3 再上高就叫transport layer 我們叫layer 4 如果講到network fundamentals 或者是network engine 那些叫做技術人員 通常他們的主菜 就是2、3、4 即是他們的主菜 通常是這幾針 因為上高那些sector layer reundation layer 通常和你的operating system 和你的application有關係 如果假設一個operating system 有問題的 我是network engine 我不是windows 舉例 我可以找一個windows的engine 或者是system engine 幫忙 就行了 對於network 卡上設定的 parameter 那些可能通常 那些可能通常的network engine 他雖然同樣很熟 但是他對於operating system 就是windows 雖然他都用慣 但是他不是端交 所以可能都要交給corresponding 端交 所以5、6、7 我們知道是什麼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都不是這麼多的 好了 先說一下234 234 234 2和3 有個代表的 所謂代表作的 2 就是 我們先開個windows 任何一個communicator 用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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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都有幾 seventh layer 在裡面 所以就在裡面 包含了seventh layer 的行動人 在裡面 只不過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這裡 如果我打IPconfig 斜動Porn 大家要檢查IPcon 就是我現在 我現在都把它分析出來 這些 就是不要 就是逐個逐個screen 給我看 不要一次廣東 因為太多業了 那我看不及的 試一下 好了 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 前面那些不用理 前面那些 我們裝了 其他那些 電話卡 我們要看看 我們現在 融解那些電話卡 大家看到 我們要用一張 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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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看到這個 是個VC 這個VC 我們普遍 叫做 MAT addr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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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的 address 這些terms 已經跟不關 很熟 所以大家當 記入記入 都需要 這個MAT address 就是這一個 就是 跟你這張電話卡 有關係 都叫這個 所以 它就是出廠 這張電話卡 廠商 就變成燒了 或者燃了 所以 就改不了 除非你有 有廠商的軟件 你可以改到 但是工序我們都不會改 那就是這一套 就是這樣 那 那這個PAT address 你發覺 這個PAT address 是這樣的 一個 如果沒有記錯 是一個64bit的數目 因為 一早就有8個bit 1,2,3,4,5 6,8,4,8 不是 不是 4,8bit 48bit的數目 不過它 提供到這樣 給你 Hexodecimal 這個Hardware address 所以 不同的 好像 你在Evernite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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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在Evernite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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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這樣 另外 IDV波 剛才我們說的 這個就是Evernite上高 所以 所以 不同的Layer 有不同的 Evernite上高 所以 有時候 我們 如果 這個PAT address 是Evernite上高 我們可能會 描描描 什麼 問題 或者 發生什麼問題 如果 如果不是這一次 我們就說 哪一顆IP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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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它 是什麼意思 它可能 因為 我那個機器 那裡 比較多 一個 這個 暫時 不用理 因為 我這個 是Windows 但如果 你說 你說 在 Router 和Switch 那裡 都是 這樣的事 我 描描 這個 適合 暫時 不用 你看 就是這樣 好 好 我們繼續 你看得到 這個PAT address 是Hard Code 即是廠商Hard Code 你不改 不要教它 但是 IP address 你可以隨時 改 因為它是邏輯 address 是Logical address 所以 例如 我這本Notebook 現在 我這個辦公室 是10點 10點 24點 5點 但是 如果我回家 我解決 我拿個公室回家 我家的寬頻 它派那顆ID給我 不是10點10 可能是19 2.16 8點 1.123 我又拿到另一顆 新ID 但是 我無論 那部機器在家 還是公司 它的MAC address 都是不變的 它的MAC 就是這個 所以IP address 是可以 調配的 就是你可以喜歡 你今天在 All Office 那裡做的 明天你回到家做的 那你就會用 建議 好了 再去進度 去到Transport Layer Transport Layer 就是 你的貨車 你的貨運輸車 是用大貨車輸你的Data 你一個小貨車輸你的運輸你的Data 我們都會用TCP UDP 我們MAC 裡面 這裡我們就有IP 所謂TCP IP 也就是講 這兩個類型的 一些 Technology TCP 就是斜動 IP 為什麼會 呢 就是因為大量的application 都是用TCP 和IP 來做公司 有其他小量的application 可能是UDP 來做公司 例如 因為NN年前 我們不太談 用網絡傳送 那件事 NN年前 我們是用網絡傳送 什麼 那些file 那些file 那些 那時候 PCP 我們主流 所以我們 到今時今日 我們都叫PCP 就是這樣 但是裡面 裡面 不僅只有TCP 我們還有一個 UDP的Transport 都是這樣 大火車 就是TCP 小火車就是UDP 大火車就是小火車 好了 Anyway 大家明白了這個 類型和它 小小的概念 當然它裡面還有很多 很多複雜的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走進去OSI 慢慢看 如果你是廠商 譬如說我是一個 Network equipment 的廠商 我真的要 全都要 因為我是本一種 Data link network Transport 寫個原片 去firmware 所以我一定 不要這樣 但是不要緊 我們不是廠商 我們不是 原 就是不是寫firmware 那些人 我們是 我們是設定的 就是我們利用它的 功能 那些人 最重要的是 你拍些什麼 就知道 起碼我拍到 對的 起碼我定不到 我會拍 ECP 還是UDP 這些 上多些暫時 看來 上多些可能 你開過什麼 開過 Chrome browser 不是 你開過 什麼 Zoom Zoom 或者我現在開過 Web的 都是不屬於 這一節 例如 Datel Session 那些就是 Operating System 裡面的一些運作 然後再刪下去 好了 DCTIP的 雖然原來 在OSI 7 Layer Model 你出生之前 在美國那邊 已經走著 DCTIP 其實是 比較簡單 只有四個Layer Link layer Linternet layer Transport layer 但是它 面對OSI 7 就是仔細一點的 就是在左邊 一些沒有的 可能最初出的 就只有四個Layer 他們認為 OK的了 但是到了 國際委員會 發佈到 我們要把它細分 那七個Layer 比較上是合適的 但是其實 都是在講 Communication 所以你發覺 Fisical layer Data link layer 它就叫Link layer Network 它就叫Internet layer 就是 Fisical layer 就是 尤其是 尤其是 留意 這裡的 Internet 是在講 Internet network 就是 Network 和Network之間的 交易 所以非常大 而是去找地方 並不單純代表 互換的 當然 現在的互換的 互換的 互換都是用PC PiE 這樣 好了 我們通常 Data to P Internet 不同的Layer 就講到 對方的那個Layer 其實我這部 左手邊 這個Sender 就和右手邊 這個連接 在Link layer 那裡 都可以 Map到 就是 我們會 send到一些Frame 給大家 如果Internet Layer 我們叫它 Transport 就是Sender 比如我這部Sender 我進了一個Parsher給你 這個Data 就去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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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實下面 有一層 一層 你的Parsher 其實就去到 單桌 那裏 包裝一下 進了個貨櫃 給你 然後再去 加分一個IP address 然後再去 加分一個 address 送到這裏 好像插包 好了 右手邊這裏 就拆開 就拆開 就拆了你 然後再拆你 再拆你 拆走你那個 拆掉你那個 拆掉你那個 拆掉那個 大火車的 那個 那個包裝 然後上 然後上 原來你打對 發生了 你打開 所以其實 這個 你看到都 有上至下下 有下至上 這個動作 我們叫做 Encapsulation 和De-Encapsulation 其實 不是很合格 有這個動作 我們給那個 拆掉 其實 我想用日常的生活 應該大家都有個印象 好像 我們還有一些 curial services 我們辦公室還有一些 curial services 我們送一張 合約給律師 或者律師 送一張合約給我 那張合約 就是要全 資料 但是那張合約 可能我們會用一個 envelope 包含的 這個就是 envelope 前面這裡 淺戰地藍色的 就是envelope 第一層的envelope 原來我們又出去用 Curial 舉例 我們外面用 Curial 信封 原來它又有個大信封 入住我那個 世俊鋒 第三 第1集 然後去到 原來 俊鋒有 舉例 有交給了一些 雜山地 那個雜山的 那個雜山的 那個雜山 那個雜山 可能有一個紙箱 那個紙箱就是最最後一個 是吧 所以一送出去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大紙箱 但是大紙箱裡面 原來有我的 有我的 我那個 那這個大紙箱 去到 對家那裡 就拆了 大紙箱裡面 變成大信封 拆了一個大信封 大信封 再拆一個細信封 然後送方的 這個律師 或者律師送給我 那個律師 最後會看到的 就是那個合約 明白嗎 就是這樣 整個 communication 的機制 都是 不斷加header 不斷加header 然後 每一個 layer 的header 都有corresponding 的header 不是 每一個 layer 都有corresponding的header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information 就是address 有address 所以你看到 nair3的header 就是為了 int address 你看到nair4的header 就是為了 mac address 然後 那裡 是否都有address 其實nair4的header 都有address 不過呢 我們就不太highlight 它 就是我們的port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們去web server 就經常都說 是去它的port80那裡 port80就是那個 layer4上的port number 就是那個門口 因為一部機 這個意思是一個server 這個server 其實它又是web server 它又是ftv server 就是它有很多功能的 那nair4這裡的port number 就identify不同的功能的入口了 你port80 它就用一個web來的serve你 你port53 它就用一個dns去serve你 你port20 它就用一個ftv去serve你 所以有規矩的 你明白嗎 不能夠 就是它舉例我xman去port80那裡 舉例就行dns的 那它就錯了 高度我都不對 大家的欺負都不對 你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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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不我都說 大家的認識 我們有一些根據協議 可以根據協議 根據協議 或者根據協議 這些設備還可以 這裏面的系列 那邊的機制 這樣才是大家看完 法會呈到 這裏就是了 這個fcx fcx就是frame-check-sevity 其實我們來檢查一些 看看這件事有沒有坐的 這傳統上如果坐的話可能會有一點點 這個我們會檢查一些一些 檢查一些檢查一些東西 新聞有些檢查一些東西 可以馬上返回你講到新聞帳號 是不是假的 或者是亂講的 好了 那就看我講 就是Train Tracks 送了我們就得到 大飛彈就知道它就有輸出資訊 這個動作就叫做 End Cap 就是不斷加一個 但是不斷加一些 End Cap就是不斷將一些資訊拿走 試一下 好 那Information 很漂亮 Land 如果在Local Editor 現在是一個 將我們的螢幕和第三個搭檔 有很多什麼搭檔 除了它是Level Printer 大家在辦公室都經常不想用Level Printer 或者其他 例如AP、SS-Porn、Wi-Fi的SS-Porn 都是琴空輪 甚至我們說CCTV、KM 都是琴空輪 全部都是駁在SWIFT那裡 能夠可以聊天 通常我們為什麼會定義它做 No Parallel 就是因為它是closed together relatively close together 就是說不是遠距離的 就是可能辦公室環境 或者是這個房間和那個房間 這個relatively close 千萬不要限制住幾個思考 一定在同一個樓層都這個東西 有時候可能舉個例子有些公司租了兩層的 可能是二樓和三樓 二樓和三樓可不可以幫一個Local Area呢 是絕對應該沒問題的 比如它下面這裡就是二樓來的 上方這裡就是三樓來的 中間就用一些switch去駁過去 當然這些線可能長一點 就不是接駁的end point 那麼短 不過問題是徒例的 不會練scale的 大家都知道 可能接駁的end point 可能是怎麼樣 一條一米長兩米長的線就算了 但是如果樓層和樓層之間只要不過什麼 只要不過100米的話 就要用光纖線了 用光纖線來做一些比較中距離的 不要說長距離 長距離來說 我們在說真的在建築和樓層之間 真的可能有些甚至 有些甚至可能是 又不是說一個繩去另一個繩 但是它是kilometer 都可以距離的 如果用光纖 用這些 所謂聖刀武快馬 靚的地方貴 它可以有一點去另一點 現鄉上期望一千米 一千米都可以距離 再長一點就沒有距離了 再長一點可能你就要委託那些電視工人商 幫你手怎麼可以 就是一節一節一節幫你搏賣 如果你說不是的 例如我看到有時候我們 以前有些工廠在大陸那裏做的 例如它有些廠 你就知道國內的地真的很廣闊的 廠房一號 廠房二號 雖然反光公司 但是你發覺如果你走 都真的走成 很多次都未必去得到的 但是它有些國民 它們可能只是拉著光纖 那時候真的可能 找些光纖搏賣 廠房一號 廠房二號 如果搏賣之後 它可能都是一個Single的Nomal area 如果它沒有違反物理的上限的話 其實它都是Single area 裡面有多少個Subner就是外話 不過問題都是一個管理 一個公司或者一個IT的Team 可以去管理 OK 不行 好了 可能還有其他 現在我都說過了 最多的就是最左手邊的這個目的 就是這個外國 真的越來越多了 真的很多 就是越來越少的N-point 是用過Wireless的這個 但是呢 就是提外話 但是這個我覺得 不要說真的 不要說真的現在Wireless流行 就是左手邊這個Wireless流行 我們新公司呢 堅持要全部在Wireless 就是一點Wireless都沒有的 其實這個呢 我覺得有一點點 大家最好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原因是呢 我們看到有很多的經驗 先行的就是 NinjaWireless流行的網站 如果它就這樣上網 是不是呢 什麼去Auth365 Lock in 看看E-mail 查一下 查一下網絡網絡 這些完全都不太大問題 但是現在大家都知道 大家經常都要開 那些叫做 collaboration meeting 像我們今天這樣 我們今天這樣 我們也需要用視像 了解啦 開啤戶啦 所以我們現在 中華 Elect hardware 就發覺很多公司 rely on Wi-Fi 開一些team meeting 或者是show meeting 在辦公室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是因為在Wireless不穩定 因為Wireless大家都知道 沒有機會是guaranteed 100%穩定 突然之間那一天天氣不好 可能也會有機會有些影響 不知道為什麼 濕氣藏了 可能是下雨 不知道為什麼也會有什麼影響 又或者隔壁左右 一個建築就只有我們用Wi-Fi 隔壁所有都很多Wi-Fi 他們都有interference 所以他們開一些show meeting 有機會會折 有些users 甚至是斷線再要reconnect 但是如果Wireless的users 我們訪問過他們 他們說沒有事 我可以的 我的路面插了線之後 就沒有電線的或者電線的直播 就是說Wi-Fi始終都是一個 大家暫時來說 如果你說急急的就沒有wifi 大家就不用wifi了 但是如果你說你做一個network plan 其實就不要忽略了現在的wired的穩定性 所以wired的穩定性 也是一個比較想理想的環境 就是對於現在的application 就是IT meeting 什麼show meeting 或者webx meeting 你問過呢 如果你只有一兩個人都沒有問題 就是說你全部公司都打算一起開了 然後就要想清楚了 如果全部都跟Wi-Fi的話 未必那個performance 或者那個expect的那麼好 我們是經驗力 我們發現未必是那麼好 所以就要試 再試或者再tune一下才行 好 那就好了 為什麼要用switch呢 switch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它高速的connection 給我們不同的end point 電彎 它高速的其中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每一個network point 都會在college進度的命 college進度的命 就是以前來講 就是在Evernite 就是一個比較要考慮的環境 就是因為Evernite 它是一個share media來的 就是用bus 就是如果你這裡舉個例子 這裡如果有三部機的話 連上它第四部機 四部機看同一個college 大家就很禮的 就是類似你先 然後我後 或者他先 我後 這些東西 就是college 我們會形容 就是大家駕車 小路出大陸 我想大家有駕車的思考 小路出大陸 小路出大陸 是不是有一個 就是小小的 所謂的叫做共識 就是大家小路出大陸 會不會就這樣舉出去 沒有啦 小路出大陸 都就這樣舉出去 就是自己很危險的 人家有危險 自己就更加危險 所以小路出大陸的concept 就是你一定要怎樣 這件事最好看一看得到 WiFi 如果他們有和他們一閉錢 沒有車其實就走出去 或者沒有車就去 也你們都駕駛機 我如果有沒有用 如果沒有用 當然是說 大家不是 正在傳媒 或者用你的網絡 這個在辦公室環境錯誤是有對的 我們打字 有時就發電郵 發電郵你都不會 按一隻字就發電郵出去 你要打完通訊就發電郵出去 或者看文化一樣 所以其實那件網絡是可以適時的 他們可以適當地可以做到複製 但是事實上在工作環境 由於抗擊動力裏面有太多 就是很噁心 很噁心 你會發覺那些網絡就會低下很多 現在去到switch的環境就不是 它是開了一個抗擊動力 就是說完全沒有抗擊 因為這裡只有一部機 第二部機就是第三部機 所以這裡裡面你可以說 假設這裡有三個人 裡面其實已經是怎樣 裡面有三個機 可以怎樣 高速公路容納到大家 所以不會有抗擊動力 就是說 裡面已經是三線行車了 三線行車了 如果你有24個火 就有24線行車了 所以完全是沒有抗擊動力 如果以前我們叫做hub的時代 不是switch再上一個世紀了 就叫hub的時代 那些就升公抗擊動力 裡面只有一條路 所以不知道怎樣說 類似什麼單線多少程行車 單線多少程行車 大家怎樣 大家不是惡落真心 所以那時候的態度很差的 這些我就叫做switch為什麼會這麼需要呢 就是因為每個port都是在collection中的 就令到我們 甚至最基本的一些所謂的 issue就差不多是沒有了 但是呢 broadcast到最後是一個 broadcast到最後是一個 比如你在這裡大喊 我想要找誰誰誰 其實這兩部機都會聽不懂 那這個broadcast到最後是一個 這個depends上你哪個vland 這個depends上你哪個subland samevland和subland就等於samebroadcast了 所以如果你的vland的編排 或者network的編排是room basis的 就像大家現在 你現在不是在香港那邊說的 那你們隨便一個在做broadcast的話 要大喊 你學生就聽到的 但是旁邊來說 我的另一位同事 可能就聽不到大家broadcast 因為只有隔壁說 如果你的vland的設定 或者subland的設定 都是類似我剛才說的介紹的話 那就完全沒有事了 所以發覺為什麼我們要將那個network 就是將我們公司都要切割為不同的v 就是為什麼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想介入一些broadcast到最後 如果一個broadcast到最後照顧了所有的network 又是很nose的了 又是很nose的 又是用不了的那個network 所以為什麼要分開不同的subland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想分開一些細一點的broadcast到最後 但是這個原因當然是為了security 譬如你現在這個nose 可能是reserve了給你 那沒有理由其他人突然走進來的利用 所以這個是security 可能這個nose 就是跟現在training 你不是training 你不可以用另一個行 這個就是第二個原因 為什麼我們會 create 或者不同的subland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找到資源的平衡問題 平衡問題就是不同的波卡數目 就是不同的組合檢查 好了 至於轉移在這項項 我們來拿一個層樓 但是它是非常好 很均衡的方式 所以它可以做到一些小的 就是將一個巨大的名字 可以做到小的西文下 西文就是這一段 這裡是一個西文兩個 西文三、西文四個西文 還有高速可以傳統的獨立 就是雙向 現在今時今日你會覺得 這些是很要意義的 但Anything不是的 Anything那些叫做Half-Dulter Half-Dulter就是只能夠在任何時 就是T1它會傳統的 T2它會傳統的 T3又會傳統的 但現在不是的 無論是T1、T2、T3 傳統和面試都可以繼續 完全這樣 並並並 即是進行的 你看回你的Network線 你的Network線 如果你細心點看 其實都有傳統和面試的P 你發覺它是 不需要梅花眼燭的工作 不需要的 至於第二句 我們一集再說 這個第二句就是 Switch 為什麼可以說大家 譬如我這裡傳進來 它為什麼會知道 從這裡出去 為什麼它不會從這裡出去呢 為什麼它不會從這裡出去呢 為什麼它會知道 從這裡出去 找回它怎麼回答呢 這個就 depends on 第二句 就是非常我們的 Mac address 就是叫做 Entry 其他Switch的動力 大家看右邊 有些叫做ChassisBase 就是一個大的Chassis 就是機箱 機箱 然後插一些卡 就可以佈置到密度很高 一個這麼高的Chassis 可能是幾百個SwitchPort 用來給我們的Campus 用 或者一些大一點的Office 用 有些Brands are可以用的 沒有問題的 就是depends我們的Number user 或者Number endpoint 有多少 左手邊這裡就是 Stand alone switch 上那兩個的Stand alone switch 是造立運作的 造立設定的 下低一點 下低一點 這個就比較上 現在我們比較上 昨天大家 都會用的 就是Stackable switch Stackable switch 就是 為什麼呢 最古老 就是記得 機梳型的 switch 和Stand alone switch 是最古老的時刻 只有這兩種 但是呢 這種是 所謂新興一點的 就是 我們可以將Stand alone Stackable 然後後面 就見到 這裡 那個圖有些小 但是看到這些 後面 有一些線 凸了出來 有一些線凸了出來 那些是Stackable 即是你要用Stackable 就怎麼樣 即是 那些線凸了出來 就接駁了 就模擬了那條 那條 那條 就是將它內置的 那條 就是內置的 那條高速公路 現在外錄了 然後 目的是想聯合他們 這些switch 那它便 所以 Stackable switch 有個好處 第一 manage 它們 用一顆IP搞定 Stand alone switch 比如說 你有十隻Stand alone switch 你有十顆IP 要記 要去 才可以管理到 但是如果Stackable的雪 比如這裏 一二三四五 有五隻Stack器 就變成一顆IP 就可以管理到 即是管理上容易了 第二 安裝比較舒服一點 就不像 右手邊 右手邊 看到都害怕 那個雪櫃 如果大家看到 這些安裝的程度 你看得到 一定是要找一些 大隻龍幫忙 一定有工具幫忙 甚至有些 升降降降 甚至有些 甚至有些 才可以安裝到完成 但是有 左手邊的Stack3 你可以一隻 一隻拆回來 但一隻一隻拆回來 搬去另一個RAC 然後再安裝 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搬運比較容易 以及管理上比較容易 當然 你需要怎麼買一些 可以Stackable的switch 才可以做到 還有你可以怎麼 最初我只是買一對 可以回來Stack8 然後 原來好用 想買多三隻 又可以五萬 又可以加價 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都會想的地方 OK 接下來我們就 講一講 ISO的軟件 始終我們都會 在英文的 不同的 這些 這些功能 我們就不講 最主要就是 究竟那個look and feel 會是怎樣的 我們就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 怎樣去設定 我們那些 SISO的軟件 通常 其他品牌的軟件 都有論似的 差不多的 做法 我們最主要 就是拿一些 Facebook 貼入去 我們叫這個 Econ送Facebook 一會兒有些圖 在Econ 因為現在還沒有IQ 我覺得 我們進去設定的時候 它會分為U三公 而是Facebook Facebook Facebook 是只有看這些 或者是 可能看一些 很 叫做 不是那麼 Advanced 的 所謂的 叫做 資源 所以說 它是狼態的 沒有 沒有 但是 Facebook 但是Facebook 就是有Facebook 就是有Facebook 改善 改善 它暫時 只有這兩種 的 內容 它叫做 Ex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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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 Guid stesso Exec 上場 讓我們看一下 首先 第一個是 如果 我們 甚麼叫 User Prepaid 就是當我們如果進去的script 或者是router 的時候 我們要lock in,lock in 了之後我們可能身份是50 然後接著再打一個amount的enable 然後才可以進入一個repring的項目 然後在裡面我們就可以看到以下的固執區 可能是一些global的 就是說全局設定 我們都要全局的 打這些東西是寫保護機 或者只是個個別的某些叫做interface的設定 例如我們想shut down 那個script 我有24個hot 我可能只想shut down 頭那兩個hot 那些會影響你 會影響其他方 但如果你說不是 我在script 那裏連接上 就是這個script 那個script 那個是全局的 script的configuration 整個script 都會去做script的動作的時候 你會參與 看起來的角色 好 比如說 如果想改script的 可能有個例子 我們要打一個 剛才的合適 這樣 就是config 都正在 後面是 每個都會選擇 最後你發覺 打一個hostand ta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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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可以說是 你我純粹是nable的script nable的script 想用的script 更漂亮的 通常這些就有這種示範性 但是當時就要揮發一下 譬如說你很喜歡的 就不聽 這麼溝劇 這麼熟悉的 好 然後我們說 為不我們想知道 打了一些東西 用script i-fi 去電腦控制 那你會看回到script 那個hostand tank 就知道你確定是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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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些動作都很厲害 RX 跟電道很相似 他將 operating system 放到 blackmail 裡面 然後放電腦的時候 都很想要運作 就是跟電腦一樣 就是 blackmail 是藝術的 放電腦來放上去 blackmail 裡面 就儲存這些關鍵 這些關鍵的時候 這些關鍵 好 那個例子是關鍵 關鍵之前 我們最好將這些關鍵 四角去哪裡 要開始 就是從柱頭的 然後那個方法會用一些NVM NVM就是non-monitized 關鍵之後都完全有機能的 關鍵之後都沒有機能的 所以我們要留意一件事 其實說真的 如果沒有了NVM 為什麼真的沒有了NVM 其實這個砂頭應該創回那個 就是Hardless 它拿到1990年 但是它為了提供一個 我想它變質一點 或者這裡攪起可能慢一點 這裡攪起會快一點 所以它分了一個NVM 所以簡單來說 你分了一個機器的時候 就分了這個 然後接著就分了那個 Sharl Park的NVM 然後分了上去那個RAM 很密的工作 好了 工作的時候 如果你有改變 假設你有改變 例如你改了IP 或者你剛才那樣 你改了OMSRANG 這個改了一個Counter 你是需要save回去 Sharl Park那裡 如果不save的時候 你就這樣分了那部機器 那你就loss到NVM 然後你壓到運作上去 就是這樣 它就知道 如果你想bass 其實就可以run CATB 將明天機 現在這個curve 你剛才可以先 就bass到 那裡 那這個就是 那你見到 它打回CATB 水化的安排 然後save那個名字 你如果不打名字 它就叫做 Running Concept 就做了 然後你見到這麼快 即是速度成功 不成功 你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這部server 都不存在 或者是down 或者是這部網絡 這部網絡 這個就是我們 然後 跟著就是 DESPLAY這個Sharl Park 就是Show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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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Show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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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只是 Operator 工作的時候 就要用 更多的文化 升機的時候 就要將文化 升回 如果有Chain 假設有Chain 就要升回 然後下一次開機 它就不用在 上班 就用更多的文化 工作的 好 然後跟著 就 快到Show Show Show 如果想 reboot 這部機 當然你可以 拔線插線 你可以拔 power cord 再插回 power cord 或者 如果剛好 它有一個on-off switch Switch 是很有趣的 Switch 即是 它應該 對方 on-off 你就需要 真的拔線插線 你真的堅持 很容易 你再打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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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能夠 入到這個comment 我們叫做comment 你當然可以打碌到 由Elo 如果它detect到 你有Chain 它都問它 是否升一遍 如果你說 你回答它是no 它就不會升 如果你回答yes 它就會將文化 它會升回 它的Sharp 是嗎 就這麼輕的回答 就開始了解 好 我先知道 Covies run faz 有很大 就是 將文化 那些 四個 發作 給我們 保留 我們 改 一改 的 如果我們想 同身來過 就是 推特 如果有人交了 可能 以農委功 我們就想好了 很多人說你去年輕人 年輕人將所有東西停下來 然後你掃光的時候就變得好東西了 你用這隻Squid 它就有Spectry report 到這隻Squid 好了 其他英文是Squid 因為做得了厲害的時候 一些慢慢的 你們大家試試一下 就是說 聽上線水限要把一些擺盤出來 然後接著會變成 好 一件事我就 都掃了給大家看 有些昨晚我叫大家上 蘇巴斯亞接受的,請大家上 好,來到這裏我就做一做demo 或者介紹那個nac的入口給大家 因為以下的slide有機會 大家會自己試一下打,昨晚會更加理想 給大家一個資料看看 看不見到這裏? 看見一個同學嗎? 這裏我安排了7個入口 好,每位同學其實就一個nac就可以了 每位同學就一個nac就可以了 那我這裏就有7個 但是這個7號機 我就拿來做了我自己的demo 我會拿7號機來做demo 所以說你們可以有1,2,3,4,5,6 這6號機你們可以分配 每人就一個nac 你們自己安排吧,好嗎? 你們自己安排,看誰用1號,誰用2號 3號,3號,4號 就是我這樣 不是我,是不是? user名就是這個 password就是這個 那麻煩大家呢 就可能當你拍一下就好 或者你抄下那個資料 好嗎? 你不用抄了 總之記住你是這個nac 然後寫下 我先拔去這邊 好了 那你說怎樣進去呢? 很簡單 你看到這裡有個remote desktop嗎? 即是我們用一個工具 叫做remote desktop 大家應該日常用哪裏 都應該知道 經常都會用remote desktop 這個 那就很隔心 那如果你說我call他出來 我就在這裡 什麼? 去回這裡 什麼? 去回到搜尋就可以了 我們這裡可以按打到搜尋 還有打這個remote的字 你會發現它頂上 這裡都有個remote desktop 然後閃一閃它 會出這樣的打到搜尋 這塊東西我想問一下大家 在你們現在的搜尋 那裏會不會找到出來 在這裡 兩下 按來 search remote 那麼你就找到一個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 在那個頂部那裡 你打得不太多到它 remote connection remote 全名叫做 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 不過你按打remote 應該都會 就在推薦的地方 我們的文章不同 所以有點不同 沒有問題的 謝謝 我們這個在哪 你們在哪裏10 不是 你們在哪裏10 我們在哪裏10 大夢,真的大夢,真的大夢 所以少少不同 好,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打對手機旁邊的角色 這裡你看到我打了 Map1.0,Map1.0.com 無號,記住,無號 我叫7號機,我叫53507 那你們自己答對你們的號碼 可能53201,53202 好,接著就按Connect那個按鈕 我幫他幫 好了,按Connect那個按鈕 你可以看到這裡 最重要是看到Enter Your Credential 這裡,你們的名字要打 就是打student這個字 不要理會之前那個 不要理會我什麼adminHP這個 最重要是你們這裡 你們這裡是不是看到兩個格格 兩個空格在你們那裡 如果你看到兩個空格 你就在用戶名的部分打student 那最後呢,就打回Map1.0,Map1.0 2020那個,不過有頭細 大家要小心點 這裡要小心點 我打了,然後按OK 現在他就會再彈多個感激 你按Yes就可以了 完成了 最後呢,就去一個這樣的環境了 這個呢,就是我們那個Evo desktop的環境了 好了,跟大家認識一下 去不去到那個VM 就是我們完成的VM 去到,去到什麼 去到,好 去到,好 去到,好了 全部去到 好,Thank you 好了,首先呢 首先呢,跟大家公開一下呢 就是,這裡呢,就會有個叫什麼 packet train,car lock-in 那些東西,那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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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留待一會會用的 暫時開了它就行了 好了,那接著呢,我們要開一個 軟件,這樣就很難 那這裡看到一個叫 distribution shortcut 的border呢 應該在左下角 在左下角會看到一個 distribution shortcut 的border 你double key它 double key它呢,其實呢 就跟大家 現在剛才見過 那個lab的border 應該是一樣的 或者是差不多的 其實呢,我們那些lab的資料呢 就包裝了在這裡 先說,這個border呢,上半月呢 你會看到呢,就是docsip那些file來的 下半月呢,就是PDF那些file來的 對不對 還有最底下呢,就有個 tactrator那個原件 我們會用這個軟件去做這些 不過不用裝的了 因為跟大家裝起來了 不過,讓大家知道那個軟件 應該那個lab border呢 都有了這個 即是你的desktop都有了 就提到這條了 你可以去自抄救的 好了,比如說來 我們最頂那個 最頂那個叫04iOS operating system docsip,大家見不見到這個 大家見到 大家見到 你看看我 我double key它 那它就自動開了 那個sip 裏面是不是有個叫.pkt 的東西 是 點.pkt 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packetracer的 那個document 就是他們寫了一些packetracer的file 那我又在這裡 那我又是了 這裡double pick它 這裡double pick那個packetracer的file 那你要慢慢等一會 因為它要low 它要low 它要low起這個軟件 大概上個軟件的 就是第一個screen 就是賣一下告白先 就是招牌 招牌 所以自己的network的academy 都是用這個 所謂的 所謂的 對手 好了 大家 是不是應該會見到一個這樣的畫面呢 是 我答案大家 是 這個畫面 它說要lock in 繼續的 我剛才叫大家 開了那個 一個tax file 有個lock in account 給大家 那個其實是給大家 就是 我預備賣給大家的 如果大家 已經是Cisco的 那些叫做什麼CCO 你可以打進你的CCO account 不過如果你說沒有 不知道是什麼 不要緊 麻煩大家 試一試 找回剛才的tax document 所以我叫大家先開了 這個tax document 這裡 不是有個 前面有個e-mail 這樣的東西 你highlight到到.com那裡 然後 然後copy right click 然後去那邊 然後去回剛才那個lock in的畫面 你喜歡的話 用ctrl-b 又可以 或者是right click 可以 paste 然後按 Nexy 然後它就會再問你 輸入那個password 那個password其實很簡單 我們經常都叫它做 一些很簡單 就是en的password 如果你想拆開它 你說又highlight它 然後right click 又選copy 然後去選剛才的畫面 然後就paste下去 然後按sign in 那你就叫做應該可以經過了這個sign in的步驟 就可以看到一個pacted eraser的畫面 那個tax file 就不時可以連接它 不用就可以了 那你見到這個就是第一個 很簡單的就是 只有一個router 就是在那裡 你不夠的 一個router就是中間 給大家見一下 那個樣子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要做的 那就是 那就是 那這個工具呢 我和大家現身一下 大家是不是已經看到一個相同的畫面 是 好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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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工具呢 那你會發覺 就是 例如舉例 我現在click一click click一click就行了 不用doubleclick的 click一click 現在這個router這個router click一click就行了 一click downclick downclick之後呢 就看到一個這樣的畫面 這個畫面只不過它就畫了 它畫了樣子給大家看的 那其實對我們是沒有什麼 對我來說是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的 我最緊要就是怎樣打一些command 那我去把CLI這裡 CLI這裡 這個tax 那我們呢 經常做lap都是focus在這個tax就可以了 經常做lap都是focus在這個tax就可以了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介紹一下先 好 又和大家現身一下先 大家是不是已經都去到這個畫面了 是 是 是嗎 OK 如果去不到呢 就麻煩 可能同學仔大家幫忙 或者是 我有一些遠程幫到就 都會幫忙 不過我有一些遠程在那邊 在那裡的screen就 聞到精準 大家同學仔可以幫忙 好了 彈話休息 那你見到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很片名的 如果這個sysco的電話 在打起呢 你見得到的畫面 他就好 首先是介紹一下他自己 然後就說 我有 我那些什麼狀態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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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Enter 是 發布兩下Enter 都可以的 那你有沒有見到那隻router 我們叫router ro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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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它的hosting 就是router 現在provide了這個hosting router 就是user mode user mode user mode 就是我所說的 它現在呢 暫時是 你不可以做任何設定 你都不可以做任何的configuration 好了 那我們呢 就在這裏呢 譬如說 我們想做些事情 因為我們始終是想進入prepred mode 進入prepred mode的時候呢 很簡單的 打Enable Enable 那你見到 由一個叫做箭咀mode 變成一個井mode 井mode 就叫做prepred mode 墊咀mode 就是user mode 通常我們第一時間 就是打Enable 就進去那個 叫做prepred mode 而在這裏呢 我就 非常之強烈建議 就是 這一隻sysco的器材 我們不是太清楚的時候 我們都要 立即知道它 有些什麼internative 和有些什麼IP so IP so IP DIMP B DI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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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寫給大家 因為有時候有些東西 簡直是第一次寫到你 你不在那裏 就是 so IP DIMP 即是我要想知道它的IP 和它的interface 就是關係 和狀態 你brief給我就可以了 你不用強制給我的 然後接著按照 看見到大概一個這樣的畫面 都幾多的 so IP DIMP 大家看到 即是說 它現在這個router 就有一隻零隻零隻 或者我們叫腳 零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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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剛才所說的 我們如果要做一些設定的話 我們就改一下它的名字 我不喜歡叫它做router 我喜歡叫它做router 我喜歡叫它router1 那我就config config config d 如果簡寫都可以 config 然後接著 你就見到一個configurated form 你見到這個configurated form 就是說它現在在做全局設定 configurated form 然後在這裏打回 all snake r1 然後按enter 那你發覺它就改了 由router變成r1 由r2變成r1 對吧 然後接著 如果你說我設定完 設定完 那你就可以 exit回去 設定了一個replace mode 然後接著 然後你說是否真的 就是go run 然後說pipeline它 剛才都叫大家pipeline 就是go 就是我以為真的有個hose name 打了下去 那你發覺它的hose name 就是r1 因為我改了它的hose name 就是r1 那你說 咦 那個soul run 還可以看什麼 還是按soul run 就是soul running on 就這麼大 然後打hamp 那你發覺 就是 它現在那個 裡面那邊叫做 分別 一開始就分別 剛剛看到的 可能真的有法律居層 可能Dense 是法律層 這是UMP1 2012 Dense 那裡是內夥有資料的 這部router 我們當作是一個開箱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內容 好了,現在我們想要看它這個記錄 就是那個天命騎名,有一個IP的名字 我們要10.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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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然後弄出版本的記錄 你一定要打抗的記錄,然後才進入抗的記錄 剛才我們改了很想,現在我們嘗試改那個Internet 我們這些全部都是簡寫的 就是不用打Internet那麼長的,就是INT 剛才你認得到這條信號就叫做GGP 你又是可以簡寫的,簡寫就變成GG 接著打IP是這樣的,所以應該原作原作 然後所謂No Passage,就是No Shut 為甚麼呢?答案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出回去,再出回去 No Shut No Shut是甚麼意思? No Shut 沒錯,我就是想說這條規格 為甚麼我要打No Shut呢? 就是show IP,INT brief的時候 你看到這裏呢,其他的Internet 是 Muito冷不停一,你這樣說 那它不是我啊,那不是我啊,不是我 是他開箱的時候,就已經主動去解析 總要打不是我啊,那些是他 不會通的,做不到,看到我打No illusion 這對球碼它就會改變回它 所以它就變成了 但是公共的原因是相當的 因為你看到圖例 其實你有沒有接過到任何事 沒有接過到任何事 請問有些東西跟它溝通 所以差的是合理 之後我們做的就不是那麼簡單 你看到圖的tropology 會有其他的trick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check 但是大致提到 我們進去的時候 最重要的要知道 現在這個系統 像是So Integrity 有三隻 有三隻 有三隻腳 有一隻是說了 有兩隻是 一隻是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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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腳 這個是我們叫做 Logical Internet 即是說 不是B乘圖 原來是Logical 原來是Logical 那它們都是相當的 IP Address 就只是 給它 其他那些 都可以 給它 那現在 那現在就不是說 好了 另一件事 我想說給大家 大家可以打 例如你打 So IP INT 有時候打B 那它發現 我突然之間 它會BRI EF 會突然間 彈出來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突然間 彈出來 就是因為它可以支援一些 叫做Tab Tab Tab 即是在鍵盤上 有一個Tab 你們大家都可以 但如果你們 大家已經在這個 R1 正面 有沒有同學 還沒有去到這個 這個頂屋 因為你還沒有去到這個 這個頂屋 代表你們還沒有去到昨晚 我還沒有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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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有 可能你還在這個頂屋 還在這個頂屋 Router 我還沒有轉過R1 噢 不要緊 不要緊 還沒有轉R1 不要緊 我最重要的是 知道你們現在 是不是在哪個頂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按了操控 我按了操控 哦 什麼呢 他現在還在做一個 Translating 我那裡 噢 明白明白 Domain server 哎 出來了 OK 是啊 又和學生都沒有 沒錯 沒錯 怎麼解 因爲他們 拜見科來説 如果打錯 他好 有些事都是阻止我們的 這個意識的 其實就是 打錯 他會嘗試 你看看 是不是那些 DNS 那些 我們說 你可以怎樣做呢 你可以 這樣 去回 去回最原始的狀態 跟大家 那一支 好 好 好 你看到我最原始的狀態 應該是這樣 Router 一個user 箭嘴 mode 你首先打A 這個 A 這個 好 然後就去了整個 好了 通常我們就說 我不想再 好像剛才這樣 打錯 以後的 就是 以後的 我們就打 conflict 就是 conflict to terminal 然後 no it donate lock up conflict 就是 這個 然後打 noit donate 然後打 這個 這個 叫他不要去查 是嗎 no 錯 你記得 好了 如果舉例 我們現在 出去出去 你一打 ENB又可以 你打兩次 ESIP又可以 如果你打ENB 或者Control Ez都可以 那是直接出的 直接出回到最頂層的 就是那個 頂級高姆那裡 好了 現在我們亂打 那些 它就馬上投回來了 以前 如果你沒有了這一句的話 你發覺 它就真的走去 想 錄上的東西 但是哪裏有的 是不是哪裏有的 所以就是 嗯 是的 Control Ez就出回來了 是的 是的 這個 在真實環境而言 如果 如果 是不需要 做到 就最好不用 不好用 就要打 我剛剛那裏 好了 第二件事 我們剛才做的 就是 IT INP 那 你發覺 有時候我可以打 CAPKey 它 就 這個叫做 好緊張 它就會 就是 complete 給我看 的 commenter 所以 你們 雖然 不是和我同一顆IP 但不要緊 因為你們還沒打 但是 樣子應該大一點 沒有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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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同事 他在搞 所以等多一會兒 No problem No problem 是 按住了 ない 那個 ah 按住 兩WAN 再 我先弄了 你做甚麼? 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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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開了report desktop? 是的 未到未到report desktop 未入關了都開過 是的 有同學可能 譬如說他本身來的都不行 譬如我 你當看一看我 如果我11月真的有空間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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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沒問題 你看看我 好 我先閉嘴 拋叉位 這裡 都可以拋叉 這些standard的windows 可以拋叉 不用save 不用save No 不用save 好了 好 然後我連這個windows 我都閉嘴 應該這個就是我們原本的desktop 是不是在這裡 大家 是的 我從這個畫面開始了 OK 這裡 OK 這裡 你見到這裡 就是有個 這樣的voter 叫distribution netvoter 看到嗎? 看到嗎? 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 然後你都看到這個 是不是? 這裡我們嘗試開最頂那個 就是這個 Sit Double click 你看到就是PKT 然後這裡再Double click 就可以了 你看到 你看到呢 我就馬上進入了一個 這樣的畫面了 那剛才同學仔 是 或者跟我做的這一次 那個 是不是去到這個畫面 是的 那這樣可以了 這樣可以了 因為我怕呢 同學仔還要 看到一個畫面叫你lock in 如果假設要你lock in 那個呢 那你就 要找回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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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Note pack 就是剛才大家叫上 開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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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好 那我不要緊 你們已經lock in 就不用這個 這個 好 看得到這個畫面 好 看得到這個畫面 好 看得到這個畫面 看得到這個畫面 又開始了 又開始了 看得到這個 中間這塊 這樣的router 就是 看得到這個畫面 就看到一個這樣的畫面 OK 好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叫CLI 的 看到 好了 我又按下去了 好了 你看得到這個畫面 好了 這個畫面 通常就 不扭闊的 我喜歡拉一拉 拉一拉 拉一拉 看得到 畫面 就不扭闊 OK了嗎 OK 好了 你看得到呢 這裡有個 Press Return 就是這樣 可以開始的 跟它的 跟它的 跟它 跟它 好了 來了這個 看得到呢 就是說 普遍來說 我們那隻 設計 它的名字 叫router 是否叫router 就是戰隊 戰隊 這個呢 叫user mode 那個user mode 基本上呢 我們做不到什麼東西 我們應該要進入 動作呢 就是enable 是 是 好 又跟大家升一升 好了 剛才呢 有同學子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說 喂 如果我打錯那些碰碼呢 又不覺意見到enable呢 嘩 他要等很久才會彈出來 好 好 好 相當之 就是躲著我 我們呢 在一陣子都不想 看到這些情況呢 我們呢 就disable了那個 IP動作 我們怎麼disable它呢 首先 你要設定些東西 下去啦 那你凡是記住 要設定些我的東西 呢 就一定要打config t啦 c-o-n-f spay by 是 這個t 然後按enter 好了 你一打了config t呢 你會見到 有個good 就是這個 打了i 多了i 可以 這裡他都要等一等 config打了i 沒有問題 沒有所謂 你打完config 可以打整 c-o-n-f都可以 可以了 c-o-n-f 跟著 跟著 加一加t spay back spay back config t ok ok 可以嗎 可以 入了 入了 ok 好了 跟著呢 我們打一個 a o spay i p 0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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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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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是吧 這裡可以 這樣基本上 我們所謂的 即是我們遇到的delay 應該就不太大了 來到這裡我們就可以check一些東西 即是我們現在的router 我不想叫它做router 我想叫它做router 現在是幫我們改名 改名就是打了 R1 你們改什麼名字都說 你們要跟我的 我叫r1 即是你們都知道 你不改任何項目 那這個router就變成r1 好了 然後我們又想知道一下 那些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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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r2 那個r2 這個教一教一個 所謂一些新挑給大家 因為這一次如果你們 大家不用操作 大家 看我打了 periodically show rt rp r1 我整天都叫大家 記住這個 show rt launcher 看看就可以了 你看就可以了 你發覺我昨天打電話說錯了 我查來查去說我打電話 我打電話說 原來他的扣號很有趣 那些扣號的扣號多數不喜歡在configuration mode 給他打電話 configuration mode就是用來輸入改動的設定 扣號不是改動的設定 扣號是用來什麼 扣號裡面的狀態 所以你發覺到他就說你是Invited 那你說我又要出去 你又要出去 所謂的井模式才行 如果你在這裡出去井模式 如果說難度就不難的 你只要打END 或者你打兩次EXIT 不用了 不用連接你打EXIT 你一直這樣打EXIT 或者你做Control EZ 都可以出去的 有三種方法可以出去的 就是END 迪出 EXIT 就可能逐層逐層地出 看看你去到多少層 之前你去了多少層 如果你現在去到一層 打EXIT 就跟ENV一樣 最後打Control EZ 它又是迪出的 但是如果你說我又想看什麼 但是我又想看狀態 但是我又不想那麼麻煩 有一個小小的 shortcut給大家參考 就是你打個DU字 然後SOLE IP INT BREEP 可以嗎? 你前面打個DU字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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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發覺我沒有撤離到Convict Mode 我沒有撤離 我沒有撤離 但是我又可以檢查到 那個Router的狀態 是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 shortcut 大家有玩過Linux那些shell昨晚嗎? 就是類似的 你shell出去 然後執行了些人又慢慢進來 但是我又不想出現在 是不是Sudo Sorry Sudo 在這裡 是不是Sudo Sudo 大家都很熟 大家都很熟就很熟了 是不是Sudo 意義上差不多了 我如果我再定義得比較 我自己的角色 我自己定義得比較specific 我就去shell 昨晚不知道什麼是蛇仔 蛇仔邪童 或者什麼蛇仔什麼 然後你可以出去 然後走一兩句那些operating 然後就回到我的Convict 對的 你和你的Sudo有一點相似 對的 剛才那位同學生都非常聰明 講到這個 你們很熟Ninux 是不是? 兩個同學生都很熟 OK OK 不要緊 大家交流一下 如果你想到一些更加好的description 提一下無所謂的 因為這樣大家容易結合很多的 好 排話休息了 例如它是Do了 騷擾完之後 就說喂 這樣啊 這個狀態 全部down了 你的Internet 難怪你你不活了 又沒有IP address又沒有性 當然不活了 假設我現在說 其實這個G0 應該要打一顆IP下去 以及要Enable它 那我應該怎麼做呢 我現在做完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假設的 這個當然我不是說 現在真的是 它沒問題 我假設它就是要打一顆IP下去 那我先打INP 你先進入了Internet G0 斜令 然後打Enter 然後再打IP address 譬如我打IP address 我假設它是這樣的 還有打一個subnet mask 然後它們說No shut No SH又可以 No SH又可以 No SH down又可以 Depend上大家 即是覺得哪一樣東西 適合你們看 用我打拳射 你發覺它就會告訴你 這句不是我打的 這句是彈出來的 你自己彈出來 就說那些人比賽合作 即是有時候打 在Console的畫面 它會偶爾會彈這些東西出來的 就告訴你 現在這個系統 有這樣的事情 就做完我了 好了 然後你發覺到 我打完那幾句 以後是不是真的合作呢 那我們可以用上截錄 你可以用上截錄 可以用上截錄 上一下 上兩下 上三下 上四下 那你就會看到 這個Stoosol IPINT 然後再按一下 這個enter 你發覺 咦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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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新Do 新Do你發覺 它的In就是 G0 是這樣的 投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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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就是 沒有說 還有它的 是 是 是嗎 大家就在這裏 就發覺到 原來你是可以不離開 這個configuration mode 都可以檢查到狀態 就是這樣了 當然了 如果你已經把這個 什麼都沒事了 你不是說 我真的想離開了 那你就打回ontroidZ ontroidZ 或者打回TND 或者你不厭期盤 你都可以打EXID 就這樣EXID 出回那個 我們叫ROOT 如果用Netflix的 考慮點 就叫ROOT 好 和大家認識一下 這裏來說有沒有大大問題 是啊 這裏 稍等 各位同學 好 好 先打回這裏 加起來 不可以 不可以 CONT 不是 CONT 然後 ROOT ROOT IT BCE 跟運了 T Falls 裡面 這裏 有Cknow yo 砍進去 宣傳 對 無uff 今後 無法不解 加 refugees 還是 真的 twee 1.1.1 就沒有表現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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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nter SF No SHU SHU 一些 同樣 sH U 1.2.1 3.2.1 1.210 2.1 2.1 So IP, IP I'm key Leo the IP So IP, IP Soul Soul I-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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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l I-M-T Soul I-P I-M-T I-P I-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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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第2遂 接住 提出 大陸記者 報索 大家可以practice 一下就熟悉了那個界面 就是這個界面都是那幾條 剛才有提過上次的下 這個跟你們在那邊找什麼door storm door skin 差不多上次的下跌了 就可以call 他們 之前打那些慢慢出來 當然最久的那些可能會西舊 買最新的人加入 所以有時候call到最頂都可能找不到我們昨晚的 沒有辦法了 到處有了全新的下跌 但是剛才那個活用一下 活用一下你的上線去下跌 因為door storm IP IP 3B 那個 雖然打都不是很複雜 但是你用上線去call出來就比較容易 去找到四公子 好了 又來到這個狀態 好了 假設它過時我現在說 對 就是這些東西了 就是要set這些東西而已 我現在就 save 完之後 那第一時間就說什麼 save 如果你忘記 save 萬一你會經濟的開機就沒有了 那你怎麼 save 現在教大家怎麼 save 到這裡 反正我們都設定完 設定完之後 我先打Ctrl Z 或者打EMD 隨便大家怎樣 你喜歡打Ctrl Z 就可以 我喜歡打EMD 就可以 我喜歡打EMD 就可以 立即出去 按多一下 去回這個整個Mode 整個Mode 按這個去回這個整個Mode 好了 那我們去回這個整個Mode的時候呢 我們就說 我想save 東西了 save 東西了 save 就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很簡單 WR 就save 到的了 這種就是叫做我們engineering 的方法 就是那些engineer 在路上出去做事 如果要打 越打得少 command 就越好 是不是 這樣就越容易弄 所以 WR 就可以叫做save 你看得到 build and configuration and then ok 即是說 good 好了 強寫都要教給大家 但因為on visual command 就是這樣 copy run start 這個就是on visual command 即是說 現在由你run in config 甚麼叫run in config 就是你剛才打的東西 剛才你打的東西就是你run in config 就save 到startup config那裡 就淘汰去 那你copy run start 然後反而它會更多一次 你是不是要save在這裡 你是不是要save在另一個名字 如果你沒有甚麼特別的 所謂 想save去大廣領 你只是想save回到 cisco預設的名稱的話 那你就再按多一次enter 那你發覺呢 這個reinstall 都是有ok的 只不過是多了一次prong 這個就叫做copy run start 另外一個就簡單就是WR 手工 兩個方法 隨便大家用 當然啦 你說我當然用WR 方便用多 Copy run start 都沒問題 隨便大家怎麼做 好了 又問一下大家 做不做到save configuration的動作 做不做到save configuration的動作 好 做到very good 好了 你說 好 我們想知道 究竟我們那些configuration 我們想看回它 想看一下它 是甚麼來的 這個都要知道 就是so run 就是看你自己的configuration 然後我們就說 那些configuration 然後按enter 那你發覺呢 它就一路這樣 一路這樣 製造出來 more的意思呢 就是說它第二個prong 它expect有第二個prong 你按save bar 它就製造第二個prong 你按enter 它就逐行逐行逐行 製造出來 逐行逐行逐行 可以出飛這麼快 你見得到了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的interface G0的IP 那我們就是打得正確與不正確 我們可以 slow run 來看回我們打得正確與不正確 是吧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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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檢查完了 想去到尾 那就拍兩下save 好 好 那就出來一個整幕了 我們要看整幕了 那就完了 因為我們的running 和save了 如果show start 應該都是見回相同的 即是你可以show run 或者show start 應該見回相同的 是否呢 你看回IPn 看回IPn 就是這樣 你說是 跟剛才我們那個IPn 真的一樣 或者start 等等是這個 即是說它已經save了 好 有問題 這一檔show run 和show start 是否大家都可以run 即是試了一次 好 接著 我們就說 喂 我們想reload一下 router 當然這個軟件 都給我們reload 就是reload re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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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hit enter 接著它問你 真的想reload 你按enter 你試試在user mode 那裡 試試在user mode 嘗試打sow run 你試試在user mode 你試試在user mode 那裡試試打sow run 他會罵你 invalid input 是吧 因為你身份還是user mode 他不讓你做事 所以user mode 如果你有興趣 你打question mark 他就可以看到 究竟user mode 可以做到什麼 通常都是給你 connect到另一個 device 即是跳板 就是跳板 跳去另一部機 中的 或者是pink 或者是trade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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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字如果打TabKey 可不可以AutoComplete呢 試一下 你發覺它都可以AutoComplete 沒問題 即是你打B 其實你不需要打BRI 你打B 它都可以understand你講的 但是有些情況 比如IN IN 我又可不可以AutoComplete呢 我打TabKey 它有IN 又可以AutoComplete 你講就是這樣 當然有時候我們說 因為我們習慣了手勢 I.E.I.N.T. brief 等等 即是打慣了 所以我們都不一定要用最簡最簡最簡的簡社 Depend on 你想做的 那你說不要啦 不要搞複雜了 就說I.E.I.N.T. brief 記了你昨晚 以後你就選不選社都算了 沒什麼所謂 有些 command 拓勢 你可以按一下 你有時固定一些東西 你按TabKey 看看它會否幫你AutoComplete 那譬如 例如 S 又可不可以AutoComplete 你發覺 如果打S 照我按TabKey 你可不可以AutoComplete 因為 S 後 beginning 是 S 的 command 實在太多了 所以它沒可能知道你想選什麼 command 譬如你不清光 你可以打S 問一下什麼 原來 S 字頭有Send command 有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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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and 所以 如果我們打了Send command 打Send command 再按TabKey 再按TabKey 的話 它就真的AutoComplete 了給我 因為它 uniquely identify 到這個 command 對不對 所以 譬如說 譬如說 後面可以跟什麼 其實你都可以打文碟 記住 隨時可以打文碟 但是 很多 很多 所以有時候我們都說 太多了 究竟你想用哪個 如果你見到這個Mor字 你打個Q字 它就會出來 就是這個Mor字 你說它經常阻礙我 不是想paint uppaint down 你等個Q字 它就會出來 我再說一次給你看看 譬如說 是不是有個Mor字在這裏 那你又想出來的話 按個Q字 打個Q字 它就會出來 好了 那你發覺我都是想寫So IP 然後So IP 後面我又不是很認識 不太認識的時候 再打文碟 好 那就收窄了 然後So IP 後面可以跟這些 咦 其實我們是想IP INT 我又打IP INT IP後面我們又可以打文碟 好 其中一個就是BRIP 當然你可以So IP INT Internet Gigabit Evernet 的0斜 其實你可以這樣打 你發覺它又搜另外一些東西給我們看 屬於說IP INT Gigabit 原來它在搜它的detail的狀態 它不是用BRIP的狀態 它是用D的狀態 一樣是用來讓我們做到事情 可以嗎 用來讓我們做到這些 不同的checking 好了 又有個Mor字阻礙 有個Q 有個Mor字 那你會發現 原來我們最後 我們都是做IP INT 就是最重要的 我們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OK 好了 如果我們說 現在想看一看 究竟 這個Rounder 1 現在的Configuration 有什麼 就是Configuration 有什麼 我們是Soul Run 還是Soul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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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 Saved了的Configuration 如果你不知道 現在在RAM 在執行的那些 就是Soul Run 就是Soul Run 是 Soul Run 如果你沒有改過 Soul Run 應該是等於Soul Start 如果你沒有改過 但如果我舉個例子 我現在又改了 Soul Run和Soul Start 就不同了 譬如 改了東西 改了東西 但是有些同學 跟LAP做的時候 就發覺 我打不到那些 昨晚改了東西 譬如 我現在的R1 原來是R52 我想改了 HoseNand R2 它就在那裡打 HoseNand R2 它就發覺 不行 沒錯 昨晚是HoseNand R2 為什麼改不了 為什麼改不了 原因是 原來就記住 不是User Mode 原因是 這個是正Mode 這個不是User Mode 這個就是說 你有prevence 但是不要忘記 你要改設定 你都進入Config 才能改設定 看到嗎 沒錯 你ConfigP才能改設定 然後再打開 HoseNand R2 那你就真的能改設定 在用Configuration Mode 出來的話 如果你不出來 都沒所謂 就是DoLong DoSoul Run也可以 DoSoul Run也可以 你可以DoSoul Run 你看到 這個HoseNand HoseNand 是比較圓 就改了 那你就說 好了 好了 如果你說可以 改完 那就Control 而先走人 所以大家要活用一下 由Enable Mode 由User Mode 進入Enable Mode 就是Preface Mode 在Preface Mode 可以打到什麼 Show Command 或者是Show Run 是不是 或者是WR 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想改完 記得ConfigT ConfigT 如果我現在打ConfigT 就是我想改一個IP address 我又走來打IP address 除了今次我現在 10點10點1點2 2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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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你發覺它又不受我玩 為什麼 喂 IP address是依附在那個interface那裡 就是GIRR 哪一隻腳 GI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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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關係 一起來 界面 說 你電腦 你在哪兒 比如你插了兩張Network Card 你都要改 那張Network Card 同樣地,這個也是一樣的,所以為何你錯呢? 就是因為你都沒有告訴我,在哪個界面改 所以我們是這樣的 2010,然後我改回它 然後,拜拜 拜拜就放棄營,就可以了 然後就說IK,IMP,很不錯 然後就塑回去,就改了 留意,如果我不小心,不小心走去 reload 它都會問你,你改了東西 你save不save 如果我,好像我剛才答了no 它就不save了 你reload完之後,剛才那些host 叫r2 IP address 什麼10.1 1.1.2 就全都消失了 它用回一些 就是之前那些configuration 這裡可不可以打搜 IP INT brief 你發覺都不行 User mode都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打過 原來,這裡發聲給大家聽 是說User mode都可以用到 save,INT,INT brief 但是save run 就不行了 save run 它就會罵你了 你想看多些configuration 它就給你看了 看些片面式的 operative 就是資料 它就給你看了 然後接著這裡打 enable mode 就進入去 這樣 好,有沒有什麼問題 在這裡 Gary, sorry,想問 就是那個config 你save 我想知道是一些version control 譬如我save了 有個start的config 我不知道是 我剛剛save 還是很久以前的東西 就是有沒有是 date 看什麼時候save 或者是 我不save到那個config save到手指 可以嗎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你說得對的 不可以的 不過呢 首先答案一個問題 就是 so start 這裡 我等到第二次 這次改動 等一陣 好 一陣 其實就是 你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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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擇 一 一 二 –。 –搭配合的咖啡發生。 …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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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胡英先生剛才給我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我拿一套 因為剛才我看到一個軟件 軟件就給大家實驗一下 你找真機來看 我找到真機給大家看 你發覺沒有做不大 soul start 你發覺它有這些東西 哦 改嘛 何時改呢 是 但是你一定要soul start來看 OK 那我會先給一個conflict 譬如我是改 是 沒錯 就是我最少覺得一個 就是可能 就是可能 OK 但是這個一定要討回到那個divine那裡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便搏的時候 會是用這個 用這個soul start來做便搏 但是你覺得很對的就是 喂 如果我們想儲存到其他地方 其實會怎樣做呢 就是 等一下 首先呢 其實呢 是這樣的 你可以插一隻USB手指 當然你要看你的divine 有些divine是沒有這個USB port 那不太夠了 如果新的divine 全部都是USB port 那你插一隻手指 然後你要等一會 等一會 然後上去 就是divine 的UR USB divine Flesh 軟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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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 對此這個是功能 你打霜一下 當然這個我還想 不是看 酷愈有 剪輯的 但是我之前那些不覺 前面那些不假轉 但你打霜上去 你打霜你 打霜到這個 如果你打霜他 如果你打霜到他的臉口 即是用你的手指 你看得到這個 就是我的手指 你可以隨時掌握 假設你的star 最想要的就是打個USB LARCH 0,然後給個名字,譬如我叫Backup 1,你喜歡給個Whatever,我喜歡戴TSD給你 因為拋到出來之後,我用OPEC就這樣開 TST就這樣開,TST就這樣開 但有些朋友喜歡給別的名字 有被作的,就算不給extension也沒問題 不過問題是你想一下,你用什麼工具 全部text file 都可以,沒有encryption 都可以 你喜歡,以我這樣想 他就會把Starkup Card 抄到你的手指 你就可以拿走去傳堂 又或者有時候我們就會停在10年 沒有了,這樣come and start 然後就告訴你,你這裏直接打都可以 直接打到那裏面,我們要先打 1.8c 這樣的話,他就會抄到一張Flash那裏 抄到一張Flash那裏 那你就會看到,例如我這個 這樣的話,如果我怕在那裏 你就會看到我,他會跌出來 然後就告訴你,我會看到 然後,backup 1.5Local 還有一個這樣的 file 你說我那時候沒有手指 所以我就抄到Flash那裏 然後第二天回來,我有手指了 那你就插到你的手指來之後 又打回一個這樣的碰碼 就是backup 1.5Local 就是backup 1.5Local 就這樣打USB,Flash,0 這樣就OK的了 這樣就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這樣就這樣 你不停在這裏面 OK,沒問題 好,不要緊,你隨時之後有問題 開啟就沒有 那我,如果DEMO到就DEMO DEMO給你看到那裏面 好,那現在已經1點06分了 那我們2點06分就開始了 OK,好,謝謝Gary 如果你是早回 早回我就早開始,行不行 但最前就2點06分回來,謝謝